来关注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发表执政百日演讲之后 在国际社会引发的一系列波澜 在他的演讲当中 拜登是对朝鲜表现出了极强的敌势意图 而在近期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发表声明称 拜登政府已经完成了对朝鲜政策的评估 据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说 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条新的路线 以试图结束朝鲜的河岛计划 普萨基表示 作为对朝鲜政策评估过程的一部分 拜登政府官员征求了政府系统外专家 盟友以及前政府官员的意见 普萨基表示 拜登政府的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 而过去四届政府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 拜登政府不会指望靠战略忍耐达到目的 而将采取务实态度 探索对朝外交手段 致力于取得现实进展 以加强美国和盟友的安全 报道认为 声明中拜登政府似乎还表明 朝鲜朝着无核化目标迈出的每一步 都将得到美国的相应回报 包括解除制裁 而对于拜登所谓的对朝新路线 朝鲜外务省 美国局局长全政根 在2号发表声明予以批评 全政根在声明中说 拜登的演讲集中反映了 美国对朝敌视政策的意图 美国始终以敌视政策 和和恐吓威胁朝鲜 反而将朝鲜自卫诋毁为威胁 美国所主张的外交只不过是掩盖他们敌对行为的外衣 全政根表示 拜登的演讲令人无法容忍 是一个重大错误 并称 既然拜登政府持对朝敌视政策 朝方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 一方面拜登政府在信誓旦旦的说要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而另一方面朝鲜怒斥美国的敌意 称要采取措施 那么拜登政府新的对朝政策出台之后 将对朝鲜半岛产生怎样的影响 而朝鲜又可能会如何应对呢 来听一下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的解读 经过三个多月的评估 拜登政府即将出台对朝政策报告 按照现在能看到的消息 这个报告将强调所谓的切合实际的对朝政策 那么它既不是奥巴马政府期间的极限施压 也不是特朗普政府的密切接触 所以它会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一条第三条道路 就是通过保持一定的距离 来跟朝鲜进行周旋 我想拜登政府也希望寻找出一条新的平衡路线 但是非常困难 目前来看的话 连美国自己的科学家都认为 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几乎为零 我们看到朝鲜方面不断的示强 不断的表现出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 其实它也是一种企图打破 现在国际社会对它封锁的一个具体的措施 它把重点也放在了美国身上 但是美国现在来看的话 做出妥协包括解除对朝鲜制裁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那么未来来讲的话 随着美朝互动形势的变化 我想双方会有一定接触 但是从根本上改变美朝关系 从根本上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